和田醫師這個年紀 也常常和病人爭執 你說佛系 佛系有時候會 隨著醫師自己的心境改變 大家都是爭一個理 爭一個理治人 然後後來也會發現 有時候爭理 也不見得會解決問題 就兩個爭執 因為大家都覺得有理才會爭 這後來也會發現 轉個彎也很好 所以我記得有一次 跟他講 有個病人也是 一來的時候 也是口氣很不好 有沒有什麼樣 看已經看了三次了 看三次還沒有看好 那我們是不是診斷錯誤 我也是在看一看 然後什麼樣 這邊痛 那邊痛 講到時痛痛 我們基本上比較不擔心 講胸口痛 肚子一個定點痛 看三次沒空好 這個我們比較擔心 做了形電圖 X光片抽血 好血 我看到我們再多硬幾項 X光片如果有需要 我要不要再追蹤一次 形電圖有變的話 我們再追蹤一次 都做完之後 你看吧 醫生有沒有改變 我說看起來都正常 很氣呼呼的 我說那除了我們這邊 你有沒有覺得 我們這邊如果真的 沒辦法解決問題 有沒有到別的醫院 去找醫生看看 有啊 這個醫院都摸摸 我們就更不擔心了 這種病人基本上 看很多醫院 大家分攤責任 他看這麼多次 都沒有看好 其實要不然就是很多 尤其是身心症狀 要不然是焦慮 恐慌這一類的 所以像這麼 我也曾經 我說這樣 我說先生 我說醫療上 不是我 很多醫生都給你很多藥物了 那你覺得藥效不好的話 你排不排斥 用一些別的方法 那什麼方法 我說你有沒有信仰 我說沒有 我說你排不排斥 不排斥 那我整天上面告一個十字架 一個聖母像 我說如果你不排斥 我陪你一起祷告 你接不接受 我們吊酒 三十秒 他看起來也很奇怪 這醫生是不是 你到底是醫生還是 牧師 可是我說 我剛剛問你排不排斥 如果你排斥 那我就再開吃 我把藥再轉換一次 你不排斥別的方法 我們就試試看 三十秒 三十秒吃完之後 其實這種各樣 我用過幾次 太盲念也沒辦法用 他如果說真的很有攻擊性 你搞這個東西找皺癌 對不對 不是 他心裡想 你明明外形像出家的人 為什麼會 吸管 我試過幾次 其實我個人覺得 他病好不好我不知道 因為我說 病真的不是只有藥 藥可能一半 那另外一半是其他 那什麼對面有效 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一個一個嘗試 那最近其實很多 急診醫師 這個在 在很多這個一些 半公開的一些 這個社交媒體上 也是抱怨很多 我們知道最近新冠病毒 那很多人 被公司要求說 你要來上班 你要去開個證明 證明 醫生證明 你沒有新冠肺炎 你才可以讓你上班 我們現在是尽管很嚴 開證明急不急 它完全不是急診業務 可是病人總是覺得說 挂急診最快 現在因為新冠肺炎 急診的業務量 服務量都下降 因為病人都不敢來醫院 他正常來醫院 那醫生忙 醫生也不忙 那有些醫生就會覺得說 我真的剛剛挂急診 你第一個 你為什麼挂急 你不是急診業務 第二個 你要我證明 我也沒辦法證明 你沒有新冠肺炎 坦白講是這樣沒有錯 那這個就要花很多時間解釋 那有些醫生 就用很多變通 然後我幫你照X光片 我就寫 他拿診斷的時候回去 醫生 你漏了兩個字 無新冠肺炎 那是假新冠 醫生說 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新冠肺炎 我只能看X光片 你現在沒有肺炎 無肺炎 醫生 我就是要那兩個字 才會挂急診 你跟我寫無肺炎 這樣公司沒有用 這個當然是因為公司不了解 公司不了解 新冠肺炎在一個 醫生沒有辦法排除 因為就算現在檢驗 我們所謂的CDC合約實驗室 他也不會收這種檢體 而且不是檢一次 又檢兩次三次的 所以好不容易 我們透過這個CDC 我們的官署 一直在呼籲 呼籲 呼籲完之後 現在好像比較少一點了 最近又來了一個 東南亞有一個國家 如果你要去取得他簽證申請的時候 要提證明沒有新冠肺炎 那怎麼辦 這個是他的外交部的 沒有辦法 外交部的一些公告 你要申請他的一個簽證的時候 你要付醫療證明 其實我認為他一開始 他的用意就是你不要來 他只是不敢講說你不要來 所以叫你說 你要去申請簽證 你要付健康證明 無新冠肺炎 無新冠病毒 醫療上現在你沒有發病的 當然開不出重症 其實剛剛你那個證明寫 無肺炎 就是無任何肺炎的意思 也是包含新冠肺炎 不是說無新冠肺炎 我們沒有證據說你無新冠肺炎 但是你如果是X光上寫 無肺炎 其實口頭上跟他解釋說 無肺炎就是 任何肺炎都沒有 你回去跟你老闆講說 沒有肺炎 我剛剛聽這個滿無聊的 就算你現在寫要寫無新冠肺炎 他出國之後 到那邊有了又怎麼樣 沒有錯 還會講完全整理 根本無聊 到公司上班也是一樣 如果大家都看得出來 我們就不會那麼緊張 看得出來 就是因為看不出來 所以瓜哥講得完全正確 所以其實很多現在的 不管是 你覺得公司 你覺得不可適宜 你看現在一個國家的外交部 都這樣要求 所以你會答 確實大家是因為緊張 是因為恐慌 光增值有時候 光增值的時間 等那時候都看好了 如果能用看的 就不用封城 封什麼 對不對 我們所謂的佛系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表現的佛 是為了讓旁邊的人不要緊張 不代表我們其實不緊張 像我們之前就開刀 我開了一個五十幾歲的 痔瘡的男病人 這病人其實 平常上來桌子的時候 我們說上到台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覺得 他有什麼特別 但他可能一個成年的痔瘡 所以那天在開刀的時候 那病人很壯 然後手術當中的時候 他有一處的血管比較深 那那處血管 我們在勾的時候 勾下去的時候 他就開始大量出血 那因為它很深 所以我們大概就只能夠 先把它壓著 然後那個出血量出來的速度 一瞬間就超快的 那我們一般有個概念 一個痔瘡手術速中 大概最多從頭到尾 20CC出血到30CC差不多 那個瞬間大概就出了300 所以你就知道說 你等一下縫大概又是300 所以當下午 大家就覺得說 這狀況不太對 我可能要先叫代用血漿 或準備要輸血 還有病人的那個 術前抽血是很好的 那有點緊張 但我不能讓我的護理師知道 不然他會跟著慌 那前面是麻醉科的醫師 所以我也要讓麻醉科醫師知道說 他要幫我背這個血漿了這樣 但在壓住的那個當下 我突然聽到那個病人的心率 從平常這樣滴滴滴 變成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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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始心率不整 那這種心率不整 對麻醉科醫師來講 也是一個不正常的挑戰 所以我大概也可以知道 再來就是他要忙 他要緊張了 可是那個瞬間 我也知道他不能會慌 不然麻醉科的護士也會慌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麻醉科醫師說 尤其是我這邊 很快就會止住了 麻煩你幫我準備代用血漿 然後麻醉科醫師就跟我回 中醫師好 我這邊有一點心率不整 我正在處理了 等一下就幫你出代用血漿 那我們講的節奏大概就是這樣 那開到房間就寂靜無聲 就只有那個心率不整的聲音 然後我們兩個就 快手一邊在弄這樣 好 弄完了 然後護理師兩邊都不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好像有點混亂 在我們控制下來 然後送出去了 外面的家屬等 病人就醒來了 醒來了以後 我們就要去解釋病情 然後我們解釋病情 再來要安心的是 要讓家人跟病人安心 所以我們就跟他說 所以我們就幫你 輸了一個代用血漿 慢慢輸 對 她覺得身體比較好 我們再起身 這是我的解釋 那麻醉科醫師就說 所以之後記得 要回去看心臟課 然後我們兩個就講 然後大家就覺得 非常的平衡 跟旁邊完全沒有什麼不一樣 後來講完之後 我覺得頭超痛 剛超緊張 我就到廁所去準備吐這樣子 我就覺得 這壓力太大 這在我吐的時候看到 外面有腳步聲 出來就看到 是麻醉科的醫師 太多了 兩個一起吐 學妹我現在一定要點咖啡 你要喝什麼 我點個給你喝 然後再配個止痛藥 我覺得頭超痛 超緊張 自己如果沒有詳細告知 其實危險的是她自己 她也不見得知道 有的時候她沒有做檢查 根本不知道 所以有的時候 這種手術是個契機 我們在手術當中 整個評估過之後 知道有這個風險 告訴她 她有意識地去追蹤 我們就可以避免很多以後的狀況 看我們節目就知道 其實對醫師要全面地擔白 要不然她誤半情形 就是受傷害的自己 對 我們家艾科醫師 有的時候碰到 是比較緩慢的狀況 但是這個緩慢是 比如說在安寧病房 她那個緩慢 其實是緩慢地 接近她人生的終點 她其實對她自己的身體狀況 是一個很無奈的狀況 所以她通常會有一個 情緒上的反應 就是她拒絕治療 可是我就曾經碰到一個病人 來的時候其實那個 護理師已經警告我 說這個病人很難搞 那一來的時候是 她點滴上上去 一到羽毛去看 點滴也拔掉了 胃管幫她上上去 胃管也不見了 就她都把所有東西都扯掉 但是她已經沒有力氣講話 那更重要是說 她的家屬講說 她其實從來不想再跟醫生溝通 不想跟醫護人溝通 所以我進去之後 就先從病史開始問 她都不回答 那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們就 做我們醫生能做成 就理學檢查就開始從頭 幫她看到尾 脖子看一看 聽一聽 肚子摸一摸 敲一敲 應該大概是 腸胃道有一點點阻塞 那可能她現在的營養不良 她的癌症已經蔓延 所以就從這個故事 開始慢慢跟她講說 先生 你現在的狀況是 有一些疾病的病徵 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 那我可以感覺到 當時那個心中 是充滿了那種佛的感覺 所以在那個口氣當中 其實她突然發現 有個醫生願意慢慢跟她這樣講 她好像開始眼睛睜開來 聽你講 我就大概講了十分鐘 她的病情 最後跟她講說 先生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你現在其實 可以去照張X光 如果X光發現你是腸阻塞 我們也許可以放個胃管 下面幫你放一個鋼管 讓你能夠通 如果沒有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打上點滴 讓你至少有水分的補充 你覺得這個計劃怎麼樣 她突然說 好 你知道 我說好 那我們就這麼做 我走出去之後 她家屬追上來說 醫生 你真的太厲害了 我們來了十幾次 你是第一個 這個醫生願意講 這個病人願意講話的 所以其實佛系沒有什麼不好 我是覺得說 有的時候其實佛系的醫生 或者醫生在那個當下 如果你決定用這個態度 對病人 病人其實是願意 會有反應的 那我們家醫科 現在我自己看的病人 裡面很多都是叫做 我慢性病其實通常 出診的病人都會問比較久 那我有一次就在 在這個診間問病人的時候 就聽到外面有一個病人在大叫 哪個醫生要看那麼久的 我已經等了一個鐘頭了 慢性病就是慢慢看嗎 結果 等到他進來的時候 我就看了他的病例 然後就開始問他什麼病 他就慢慢地問了 問完之後他突然覺得他說 醫生你可不可以看快一點 我的病很簡單 看完之後他出去 居然門又再打開來聽說 醫生我可不可以再問你一個問題 我說我已經在看下一個病人 他已經覺得他問上癮了你知道 覺得這個醫生可以跟他講很多 所以其實有些病人很奇怪 就是他在外面等的時候很不甘願 等到他發現這個醫生 可以跟他講很久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賺到了 很多位 其實醫師談那麼多 你看醫師也是不斷地 從每次看診過程當中去學習 對 當然病患看病也不要隱密病情 因為說實在最後受傷害 好還是你自己 對 所以我們大家互相了解 互相給一點機會 冷靜處理 每個人都有個性 每個人都有脾氣 對 但是要互相體諒 我們讓我們一起努力 來創造更好的醫療環境 謝謝大家